一般来我在,我是战士Rex,那今天因为我想要回应,虽然我不想做回应事情了,但我看到这个影片呢,我真的是已经是很生气到爆火滚那种了 我身为一个爱好,卡片爱好者,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做出这种回应,其实我不想回应什么什么事情了,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是踩到我的底线了,那请看这个影片吧 我觉得很好 嗯,对,就是爸爸强迫他的孩子啊,自己撕烂他那些卡,我看到那些卡,撕到真的很厌功了哦,看了我真的很心痛,真的,我们身为一个爱好儿卡片啊,真的,看到我真的很心痛,你听他父亲讲的吗 很好,继续撕,他很像叫人家去那种,跳那种哦,很像这一句话,他这样子之后,根本就是 本地的断射里的事件一样耶,没什么两样,你懂为什么他抱他这样子吗,因为他爸爸看到他的孩子的成绩啊,下滑到很严重啊,所以呢 他以为他的孩子啊,一直卡片一直入迷啊,所以导致他那个 整个学校的成绩影响啊,所以他强制叫他撕拉他那些卡,这样我问你啦 如果我打烂你的车,丢你手机,或者丢你麻将啊,就是心爱的东西啊,你会专心做工?不会,最多会心爱的东西啊,很心痛,对不对 有这种感受吗,对不对?就算你撕拉别人的卡片还是什么的 你等于是,你等于是破坏人家心爱的东西,人家梦想,毁掉三观,毁掉人家童年,真的很不好 如果你觉得孩子一直玩不停啊,一直不想去做功课啊,比如example来讲 你先摸索他手机,或者是玩具之类,你放在床底啊,你就跟孩子讲 如果你做完了功课,还是读完书,是才给回他 如果像成绩不好,我宁愿做这个方式,而不是你要去摧毁那种,这是不好的 教导小孩子,有一百零一种方法 虽然你可以讲,像example,抽烟真的是不好的行为 但你想办法要去教导他最重要 有时候凶不一定是很好的方式,而是用斯文的方式去讲解 我跟你们讲,老实讲啦 对于家长来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苦是很难 但是去了解孩子,或者是要尊重他们的三观啊,尊重他们的思维思想什么之类的 应该去讲还对 但是你们这样子破坏孩子的东西,或者是他的梦想之类啊 就是可能你们会造成到两者聚散 其实我看到这个影片啊,有很多人comment讲,真的是不好,有点残忍 真的有够人血,有够无情,有够北极熊了 可是有一小部分还是有人支持他,这样讲 这些卡片有点影响孩子,hello 有些没有人玩卡片啊,也是可以的 像大部分有些有人玩卡,有些没有人玩卡的 可以尊重一下嘛 我希望每位家长可以尊敬一下每个孩子 他们的童年,或者是他们的三观之类的 希望你们可以去体验或者是多沟通 或者是想给个idea跟他们接触最重要 而不是用这样子去毁坏人家的东西 报复性的惩罚了,哪可以这样的呢? 不要跟我讲,你的童年全部是告诵啊 不要跟我这样讲,去教导小孩子 希望每位家长可以看到这影片你们去思考先 最重要是思考,思考才可以有办法 而不是没有理智啊,你就去破坏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不理性了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哭啊 我真的是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希望每位家长是尽量跟孩子沟通 或者是跟他们接触多了解一点 而不是去破坏人家三观 有必要去破坏他们的梦想或者是他们的童年 这样子最不好的行为 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得到 希望你们可以改变,谢谢